超棒教育!随唐女儿捡地上苹果吃来不及阻止,老公看见后淡定一句话被网友狂赞。 一人随唐女老公Toney结婚后生下一子一女,常常在脸书上大晒甜蜜生活,她常常跟网友说当妈真的好蛮,因为打在孩子身上痛自自己心里,曾半夜崩溃因为而哭闹教训,心里却相当后悔自责,让不少妈妈网友留言是必经之路, 但孩子总是要叫 图片来源,ETTD星光云 根据ETTD星光云报道,随唐女儿现在正处于对任何事物都有好奇心的年纪,常常看见什么东西就抓起来往嘴里放,让随唐时常都得注意女儿是不是又乱捡东西往嘴里放。 她更在IG,她更在IG曝光一则影片,内容是女儿捡地上苹果吃,但老公的一句话让她笑开怀。 图片来源,ETTD星光云 影片中随唐女儿穿着有水果图案的无袖小洋装,小球鞋,在的垫上走来走去,不时跑到爸妈怀里卖萌,然后在自己摇摇摆摆走到旁边自己玩,有时已不小心还会跌坐在地上,之后女儿抓住屁屁摇摇摇晃晃走到墙边,下一秒竟然捡起地上的平板。 如果吃,随唐看到时已经来不及阻止。 图片来源,ETTD星光云 没想到老公竟超级淡定地对女儿说Thanks for cleaning her floor,谢谢奶清理了地板,让随唐听了笑了出来。 而老公的放任教育竟引起网友注意与按赞,让孩子自理自强的态度让不少网友说很棒的教育,对女儿非常的自由又自然。 除之泰然也,还好只是苹果,而随唐与老公的教育态度也相当不同,随唐自认是苦妈,对孩子较严厉,绝对不溺爱。 小爹倒也希望她自己站起来,不急着去抱她,但老公却比较爱的教育。 常常远叹老婆好残忍,笑坏不少网友。 图片来源,一滴滴滴青光云。 哈哈哈哈哈哈女儿真的好可爱。 小编哥哥小时捡过地上蟑螂往嘴巴放。 吓坏妈妈惹。